字幕君 字幕君 大家好我是千鳥 上一次我們準備要來找這個商人 約好在郊外壇 現在我已經到這邊了 你就直接跟我講一下 我在叫他案子 不懂 What What Oh 埋伏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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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為了遺憾的美生命 暗暈 再一次 一個 再能做的好 他盾了已經死了 剩下你們兩個就很弱了 來啊 哇 今晚了 不剩下他了 要不用用嗎 現在知道要害怕了齁 原來想要埋伏我 簡直就是找死啊 貓欸 喵 喵 喵 我們需要在這個月結束前把它通通賣掉 400多公尺 那我們就來繼續上一集的話題吧 摩爾伊森這個地方 一集以來都被視為第三諾美的首府 是 尼路河三角洲西部的一個大型屯肯區 在考古領域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因為很少有三角洲地區 而且是古王國時代的屯肯區 被詳細的挖掘出來 此處出土的遺跡結構相當完整 最開始是在1986年和1988年 隨機挖掘兩公尺深的探測錦石找到的 結果馬上就要戰鬥 好 沒想到就是你們 等等再繼續 好 秒掉一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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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兇喔 好兇喔 想說 我想說 隨便秒掉就好了 那現在我怎麼辦啊 你整個被尾歐了 收集劍然後射一下 好像可惜 有好多人喔 這樣是不是要破很久啊 我能夠這麼久不使用我們被打到嗎 然後這邊不能退了 躲掉 哎呦 打戰車天啊 這有點不太妙喔 這有點不太妙 說真的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賽能務 賽能務 只能拖這麼一個啊 yes 少一個少一個 開打 砍死你 哎呦 開打不是無敵的嗎 開打 啊 啊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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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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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死掉了啊 危險 快迴血 欸 射擊 哦 盾被敲開 哎呀 還是不行啊 真的太丟臉了 那我們再繼續講吧 這挖出來的遺跡 也經過包含建築房間內部的大規模清理 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這些文物被盡可能的保留下來 到我目前說的大部分內容所參考的 這篇2001年的研究論文 The Special Struggle of Com Elhison and Old Kingdom Town in the Western Neodeta, Egypt 的研究時期還能夠進行文物的描繪跟翻譯 跟其他地方的古王國屯墾區不一樣的地方是 大多數出土的文物和遺跡 都是神廟跟墓園這類的建築 考古學家們透過上面記載的名文、壁畫 等等來瞭解當時人們的生活 再想想看 今天我們如果到墓園去 然後把每個墓上面的字都看一看 推測出來的跟我們現在的生活 應該會有不小的差距的 所以通常我們了解都是神話比較多 對古王國屯墾區的經濟活動 就比較不清楚了 有些人認為屯墾區基本上 物資跟服務都是自給自足的 跟中央的聯繫 只有被迫交稅還有被迫勞動 有些人則認為這些屯墾區 很多都是直接受到國王派來的 代理人跟國家法庭的管理 也和國家的經濟活動有所聯繫 那COME ELHIS這裡如何呢? 把這些土匪殺掉之後 我們再繼續說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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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這怎麼這裡會有 這裡會有騎馬的 有時間趕快 不容易砍到他們 要打功劍得成的 鞋 enhancement 有時間去了 射擊嗎 好像只有這麼樣ito 有人衝過來 有人衝過來了 糟糕他又來了 我躲我躲 又是你們 又是你們來干擾我 討厭勒 這裡面的人民就還好 得迅速把他們通通都拘掉 不會被那些該死的騎兵干擾 沒住 怎麼會 快啊快啊 安全了 騎兵還沒來 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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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騎兵發現 唉唷騎兵好靠近喔 看一下好了 不知道這樣打不打得到欸 感覺很難 趕快一直跑 用這個咧 唉唷 超過射程 那 應該蠻安全的吧 最後一個最後一個 好啊你們三個騎兵 剛剛 剛剛那樣欺負人 換我啦 在哪裡 原來是運送黃金的 剛好經過這裡而已 我在想說是不是巡邏之類的 運送黃金 你們殺我兩次 一次一百塊 該付錢囉 有 要到背後 看這樣很近的 很近的直接 射殺不殺得掉 換這個好了 哇 這個畫沒有中 好 這次他們注意到了 剛剛傻傻都沒注意到 啊我幹嘛下來啊 唉唷 唉唷 才剛開戰 又快沒血了 一樣都要跑 我就不見了會輸啦 唉唷 砍一下砍一下 唉唷 唉唷做得好 這樣要怎麼辦勒 唉唷他死掉了耶 對我只要砍到一下就可以了 他自然會堵死 喔這個駱駝好快喔 整一彎的駱駝 不知道駱駝跟馬的速度 誰比較快 實際上的話 有了 再幫幫忙嗎 沒有砍到 擋住擋住 塞奴 來了 機會來了 最後一個 哈哈 等我死了嗎 他是近戰 那我敢用弓看看 耶 燒錢啦 那我們就繼續說吧 從出土的結構中 考古學家們找到了大型的食物儲藏室 煮飯 處理動物的特殊空間 還有特殊的建築單元 再加上煮飯用的燃料 牛糞 經過一系列完全不懂的複雜檢測過程 然後他們就發現 Kelm Elkissen 是一個跟動物有關係的聚落 牛的提供 應該很可能就是這裡主要的產業 大部分的人可能是 在莊園的土地上 直接從事生產 製造獲得食物 而食物以外的日用品 像是陶器、石器等等 就是從稍微有一段距離外的地方進口過來的 也有些進口零件 然後到這裡來組裝 他們也會從別的地方進口一些 特定的儀類 基本上他們是自己建築 但也會參與附近地區 還有不同Norme之間的貿易 將牛出口為周邊區域、政府、總角、總形 大概說了一下這裡的狀況 那接下來就來看看其他還出土了什麼 現在Griffiths找到的四尊雕像 還有兩尊擺在Kelm Elkissen 都是拉維西斯法老時代的 另一座被宜道爾開羅博物館保存 最後一座則是下落不明 第一座雕像是拉維西斯二世 跟一位女神坐在一起 用殺人製成 上面寫著賽赫美特心愛的雅木女主人 第二座的雕像是一對石英雕像 上面同時寫著賽赫美特跟哈索爾 是心愛的雅木女主人 這邊沒有看到雕像一樣 但我猜會不會就是這兩個女神一起被雕出來 不是我猜的 這真的太噁心了吧 走開啦 為什麼我有蟲啊 我在這邊輕鬆的砍獅子 蟲什麼都我沒看到 眼睛對起來 繼續說 除了雕像之外 在Kong Allison的西南邊 找到一座陵墓 石灰石川做成 接近現代村莊的位置 這座陵墓佔的是一位叫 HSUWR的男人 同名玩得知 他是一個女人的監督者 這邊所說的女人很可能是哈索爾 膜拜儀式中的仆人 而她本人應該是管理神廟的神職人員 所以上一集在神廟中拿東西給我的應該要做的妹子啊 來個漂亮可愛的妹子嘛 下一個是有兩位考古學家發現的 哈瑪達跟 Varid 他們在最北邊的地方找到了一個被種 透過標誌跟找到上甲蟲寶石上面刻的文字 他們認為這個被種 很有可能是 金王國時期的 這裡的文物 很大程度成為目前研究的根基 但很可惜這裡在1986年跟1988年 因為建築結構問題被停止挖掘 最後都沒有能斷定年代 我們前面所說的牛產地 基本上就是靠這邊挖到東西所判定的 大量的牛虎在神廟的範圍之內被發現 這篇文文中 有許多感覺好像是用畫的圖 然後看起來都長得差不多 我非專業的看不懂 然後也找不到 允許可以再利用可以修改的圖片 所以我就不放圖了 就像前面所說的 雖然有遺跡跟明文作證 但他們都不是直接的證據說 這個地方就是雅木 所以發現了考古學家就沒有辦法斷定這裡 一定就是雅木 然後確定了只有哈索爾祭祀的陵墓 在空LHISM被發現 然後可能這麼祭祀過去 就在這裡祭祀哈索爾 那我們這集就說到這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幫忙按讚 留言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